那么我们先来介绍它的这个基础指令 先从基础时间开始 OK 那我们在介绍线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问题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你的这个坐标系统 看到吗 这个滑鼠的指标系统 它可能会有三种情形 但你在指令在执行中或执行后 它有不同情形 OK 比如说你的坐标是长这样 像这个样子 像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有的版本它是十字架加方框 像这样 我再画一次 有没有 来有的版本叫十字架加方框 OK 那或者是它是什么呢 或者是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框 有没有 然后十字架 OK 各种版本有不同的设定方式 OK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未执行 或者说执行完毕了 它的图示长这样子 OK 那你说你的你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 如果是十字架呢 那代表说电脑在正在干嘛 正在锁点当中 或指定一个点当中 那我以锁点来做表示好了 OK 好 锁点当中 或指定一个点当中 OK 那如果说你的坐标产生一个方框 就只有方框而已 那就选取物件当中 这个大家先弄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死背 你要看指定的这一个 这个表示方法 然后再看一下你要怎么去 去做下一个动作 OK 所以它长这样子 未执行或执行完毕 那这个就是锁点或指定点当中 这个就选取物件当中 它的要求 OK 像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样子 什么 就是未执行 或执行完毕了 OK 这样一个情形 好 第二个 就说我们在下指定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要看指定行的叙述 OK 所以你看我按野锡件 它是不是都取消 都在取消 因为还没下指定 OK 所以我们现在按这个线 你要先告诉电脑画线 如果你没有下线的指定 它不会执行 它一直在十字架的反观 一直在未执行 对不对 好 你要先按这个按钮 给它指定 OK 当你下指定之后 大家看一下 下指定之后 它底下呢 会有叙述 那这个地方 作用中先叙述 那叙述完毕之后 会跳到上面 给它记录 然后跳到上面 给它记录 所以一直记录 过去的动作 也就是说 我们作用中 只有一次而已 然后之后 都是过去的动作了 这样一个情形 OK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线 线有两个方法来画 我们先看方法一 OK 我先讲的是 那个方法一来画线 那方法一是什么东西 方法一的意思是说 任意两点形成一条线 就任意就乱画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固定长度 它没有办法一个 这个正确的长度 给这个电脑 OK 那我们先做方法一 就说任意两点 满简单的 方法一 就滑鼠左键 我们画图呢 用滑鼠左键 OK 好 所以你这个滑鼠点它 点它对不对 左键按滑鼠 就是等下你按这里 这滑鼠嘛 然后这滚轮 对不对 我们先执行左键 我们先练习它左键 OK 所以你给它执行 大家看一下 那你等下眼睛看这里 看它的叙述 OK 我们看 你看按左键 下指令按左键 line按它 那它说什么 你看这变实价 对不对 变实价 代表说正在执行锁点当中 OK 它说叫你 line就是指令的意思 以后你看 那个指令在下达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英文 就是指令那个线 OK 它说指令第一点 指令的意思是说 在空间上按滑鼠左键 然后任意一点的意思 OK 所以空间上指令一点 按左键 敲一下 有没有 你把滑鼠拉出来 那一点就被你固定了 我们现在是用方法一 所以就任意两点就好了 所以你不用去管水平跟垂直 比如说到适当位置 假设在适当位置这里 按左键 有没有 它就变成说 你第一点跟第二点 就会形成 任意两点 形成任意一条线 OK 好 这时候你滑鼠拉下来 拉远一点 没关系 你不要过头 你不要超过指令行 你必须在绘图区的事件里面去画 你在下面按没有用 OK 会有问题 你在这里按左键 OK 你看 是不是两点形成一条线 两点形成一条线 OK 然后再按左键 OK 再按左键 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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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两点形成一条线 它线是不是一直在黏着 可是我不想画了怎么办 我想把这个指令结束了 按一个键键结束命令 你按一个键键 Escape 有没有 就结束了 好 这时候你滑鼠 在点的时候 它就变成选物件了 就不再是画线了 就不会执行指令了 这样OK吗 OK 蛮简单的 好 我们画出来这些东西 想把它删掉怎么办 我们先用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使用Delete的指令 OK 我们键盘 大家看一下 我们键盘这里 键盘是不是有一个按钮 长这样 OK D-E-L-E-T-E 找得到吗 在这个 我们键盘的enter的右上角 是不是有一个按钮 就是删除命令 那这个指令是干嘛 这个指令是很多软体都通用了 比如说word is sale 对不对 你要把字删掉 你可以把字圈起来按底的键 那我们在AutoCase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方法不是很正规 因为它是各版本通用的做法 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 把东西选起来 那怎么选呢 我们还没讲选取 对不对 我们右上角这里 不要超过画面 在绘图区底下 知道吗 你这样就不对 你来绘图区底下 然后滑鼠左键 左键按一次 OK 往这个 由右往左 这样框下来 像这样 你会发现是 选到的地方是不是亮起来 这样框下来 你会发现 如果从右边框到左边 那这地方会产生一个绿色的框 虚线框 这叫框选 框选 OK 框选什么东西 碰到就算 碰到就算选到 OK 来我们试试看 OK 好 来 在这里适当位置 这样 碰到就算选到了 这样就可以了 按左键 好像这样 滑鼠左键1 然后滑鼠左键2 有没有 这样点一下 好就选到了 选它就按抹鼠 按底的键 按一下 你看就删掉了 OK 好 来我回到上一步 回到上一步 OK 好 那我们看 如果说你要从左到右 注意 你从左边按左键 敲一下 然后往右边拉 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没有选到东西 你要按左键 没有选到 没有测点 OK 如果说你从左到右 对不对 它应该怎么办 应该全部包进去 你看这样才选到 所以说你如果从左 它预设值从左到右 这样的框法 这叫什么 这叫窗选 窗选 窗选是包含才算 要把东西全部包进去 才算选到 我们这后半段 那个选取会详细讲 OK 你要知道就好了 OK窗选 所以把它框到这里 这样不对 要把它框下来 要全部包进去 然后再按滑鼠左键 这样才会选到 OK 你按Delete键就把它删掉了 OK 好就删除 这就是删除指令 OK 好 那有没有正规的删除指令 当然有啊 我来画另外一个给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在下线的命令 按这里再按一次线的命令 那以后半段 我再跟它讲用快速键 因为我们先用按的好了 所以它线直接按它 OK 那我随便画 我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图 OK认立就好了 所以左键 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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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五个左键 来试一下 打一个M 左键 适当位置 左键拿过来 左键 然后上面适当位置 左键 然后往下 左键 有没有 结束命令呢 一也细键 有没有 它就这个 结束掉了 OK 好 如果我们要使用 autocate它自己的删除指令 那要下什么指令呢 同学你要按这里 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橡笔差 OK erase删除命令 OK 好 你就给它执行 好 那你看 你看这个坐标 现在是实价的方框 对不对 可是我给它执行 按执行 那你看拉下来 你看是变成单一方框而已 他说什么 他叫我们选取物件 刚刚他讲过 这样是选取中 OK 前面指令 erase就是执行删除命令 然后叫你选取物件 OK 这选法也是一样 你可以用单一选取的 左键 左键 选到一个算一个 左键 或者是右边 敲一下左键 然后拉过来 再按左键 这就是所谓的框悬 或者是从左边 到右边了 把它包起来 这样也可以 OK 那你按确定 有没有 他就执行删除了 OK 选到指令 按确定执行删除 OK 好 再讲一次 来回到上一步 来讲一次 你用删除指令 按这个删除指令 下指令 然后说什么 他说叫我们选取物件 也就是说这个动作 要选取物件 所以你就这样 右到左好了 从右边到左边 左键 然后拉到这里来 然后左键 他跟你讲说找到四个 框一口气找到四个 哪四个 就这四条线 OK 然后选完之后 按空白键 才会执行删除 所以我们必须按确定 同样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以后 就这样写 这个就是enter enter就是确定 同样 但是我们在OK的事件里面看 你可以按空白键也可以 空白键比较好按 空白键就等于确定 也是等于enter的意思 这两个挑一个 那我怎样 我用空白键好了 因为空白键比较好按 OK 所以你选到这张空白键 就会执行删除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OK吗 OK 你如果后悔了怎么办 你就按这个 回到上一步就可以了 OK 好 那大家先练习一下 那个线的基本画法 左键两次形成线 那结束明天野袭键 OK 你要练习 顺便练习这个 当你用线画完之后 顺便练习这个删除指令 然后去把那个线段做删除 你也可以用它delete键 去按也可以 大家试一下 我可以用它来 我可以用它来 我可以用它来